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拍一個開箱 我們就是我 Hit7 極點剛入手最夯的這個 Pagani 的側背包 這質感就再來分享同學 還有這個極點 他可以加價購這個 一些超跑 白同學待會要來開箱看我到底在跳什麼 快來看他的小學 給你們看來 來我們來開箱的同學看一看 先對焦一下 來給你看他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來要開箱 我希望抽到Pagani 1 2 3 啊 裡面 看頭盔的小學看誰知道 來拖一下 拖一下 拖一下 你們還蓋到這樣 完全沒用頭髮了 拜託Pagani Pagani 1 2 3 啊 那個髒話要消掉 哇 太幸運了 仔細對焦一下 手脈出來 我看你這精緻度還不錯 對啊 因為Pagani 的車 我覺得那個 他的造型我非常喜歡 這隻好像應該是一代的 對 將軍買的那隻好像是二的 對 我覺得那台車很難 沒有車鏈耶 欸 等一下我看喔 他還有什麼零件在裡面 看一下 啊 有啦 他這裡還有這個 這包是什麼 唉唷 還有這個 這麼複雜喔 喔 那個輪胎啦 還有掛石頭啊 喔 來組裝一下 先等一下組裝好了 我們先來開 那個Pagani的側背包 來 喔 Pagani很漂亮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側面 來 這個玩具先拿去旁邊 喔 他有標 經典側背包 那個電源是加工限量的 我就 把它 發個 它這個我好像是 我是用六電啦 好像加599下去 加工限量的 因為筆電的袋子 我是沒缺啦 但是 想說 看在那個Pagani的 份上 我就把它 擺下去啦 喔 好像買這幾粒就好了啦 它的質感 我覺得還不錯 來那個打開 裡面 喔 裡面就長成這樣 跟一般的筆電一樣 喔 這樣有隔間 那這小穴有什麼理 它裡面一些 製造的東西 不錯啊 就很精緻 我是 以那個 收藏的 感覺去買它 喔 真的質感不錯 它後面 就這樣子 就一般筆電的包包啦 對啊 喔 不錯耶 來 我們來組裝它的車子吧 來 我們開始來組裝 啊 這個 也連啦 就這樣子 現在鏡頭 哇 還有鏡頭的耶 這個精緻度還不錯喔 要小心 讓那個零件被噴走了 還有一支螺絞肉 小支的 這個不錯 可以去鎖眼鏡 有一顆小螺絲 讓它 拿出來啦 你那 沒抓 然後 這個 我還有方向盤 然後把它這樣 拿開 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 喔 連皮應該很厚皮 很厚皮 好 來 輕它 對焦一下 把它倒 哇 這個 不錯喔 哇 這個 這應該是沒有分病啦 雙倒下 進去啦 你看 進去的就是這樣子嘛 它這個 這個 好像把它拿開喔 但是 這個是要怎麼裝 奇怪 唉唷 唉唷 怎麼這麼困難 應該是 直接把它幹進去啊 唉唷 結果白龍學 第二位教室到這沒辦法 哪有可能 這應該是拔掉啦 啊 然後 直接這樣進去 對對對 幹進去啦 然後把它 裝進去 想不到 這個再裝 好像也有難度 唉唷 連皮 它這個連皮 有分喔 也有分 多噸到多噸噸 對啊 喔 這個精緻度不錯 這我沒可能再買幾個 進去啦 怎麼那麼難進去勒 另外一條連皮 另外一條連皮 也是把它 喔這個粉餅 那個盾齁 在外面 好了進去了 唉唷 這怎麼可以殺起來呢 啊這個可以殺起來啦 白痴啊 喔 對啊 這個要拿起來就這樣放進去啦 連皮倒挖 對 然後 應該把它理下去而已 對了 對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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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什麼困難啦 啊再來 把你的盒子蓋起來 蓋起來 多拍個角度給同學看 那拍到它都是後面四尺啦 對啊 啊這個 它的垃圾膀 垃圾膀 垃圾膀在這邊那邊 它還有方向盤耶 這個 方向盤把它裝上去 應該是這樣把它蓋進去啦 這兩個點 1 2 3 把它蓋下去 蓋不下去 不會說很好蓋耶 喔這個 對我來講有點難裝 喔有進去了啦 這裡啦 對啊 再來 這個樓梯不知道要收到的喔 再來把它 蓋上去 欸好像這樣而已耶 啊樓梯在這裡 D6感 看應該是這個 應該是啦 想不到白龍學第一次打開箱 就是打這個 我就看那個 LB在那邊廣告 我看這個精緻度不錯 啊我也不會說 想到那個背包 就剛好在那邊看到 599而已啊 就覺得很便宜 欸對啊這樣就好了 展示一下給同學看 來 這就是組裝完畢 打到那邊模型的細部 同學 噢 白龍學第一次打這個開箱文 我看不太算了 對啊 噢 這樣不像那種 展場裡面的操跑在旋轉咧 就正常好像 欠一個七大修科樓在這裡 在展示這樣而已 對啊 噢 這個包包質感真的不錯 好謝謝收看